在之前的视频里,我已经讲过如何求解公因数公倍数了 在这个视频里,我要讲讲如何利用它们来解决实际问题 老师买了一堆苹果,这堆苹果既可以平均分给5个人,也可以平均分给7个人 那么这堆苹果会有几个呢? 首先,这堆苹果能够平均分给5个人,那一定是5的倍数 其次,还可以平均分给7个人,那一定也是7的倍数 既是7的倍数,又是5的倍数,所以一定是5和7的公倍数,比如35、70等等,都是可能的结果 如果要你求这堆苹果至少有几个,那其实就是在问5和7的最小公倍数,答案就是35 以上就是公倍数的简单应用,下面我再带你一起围观一下公因数的应用 老师给大家分水果,45个苹果平均分给每个人,恰好分完 75个橙子平均分给每个人,也恰好分完 问你,一共会有多少人呢? 苹果恰好分完,说明苹果的个数45除以人数能够除尽 因此,人数是45的因数 同理,75个橙子能够分完,说明75除以人数也能除尽 所以,人数也是75的因数 既是45的因数,又是75的因数,那人数一定是他俩的公因数 45的因数有,1,3,5,9,15,45 75的因数有,1,3,5,15,25,75 其中,1,3,5,15,这四个数是四数和75的公因数 那么,人数就有可能是1,或3,或5,或15,共有四种情况 不过,刚才这种美举的方式有点麻烦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答案是肯定的 你只要求出45和75的最大公因数就可以了 用短注法,它俩最大公因数为15 你接着把15的所有因数写出来,分别是1,3,5,15 就能得到45和75的所有公因数了 刚才的例子处理的是恰好分完的情形 如果分完之后还有剩余,又该咋办呢? 那就一起来看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老师发水果,共有78个苹果,107个梨 平均分完之后,还剩3个苹果,7个梨 而且每种水果都不够每人再多分一个了 问你,一共有多少人呢? 78个苹果还剩3个,说明一共分出去75个 107个梨还剩7个,说明一共分出去100个 由此可见,学生人数既是75的因数,也得是100的因数 所以,就得是他俩的公因数 根据刚才的方法,你要先求出他们的最大公因数 算一算,得25 然后求出25的所有因数 1,5,25,就得到人数的所有可能了 由于剩下的苹果和梨都不够分 所以人数必须比剩下的水果还要多 也就是要大于3和7 所以只可能是25人 以上就是公因数公倍数在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怎么样,明白了吗? 明白就自己动手试试吧